第153集 被接引了 李强问道 接引 什么叫接引 他感觉不妙 盘氏凌驾说道 在灵鬼界 接引 就是经过接引池的洗礼 忘却从前的一切 李强顿时觉得 心都要炸开了 贤木灵帅惊讶地发现 李强全身都在颤抖 只见他似乎很努力地 在抑制自己 一字一顿地说道 请尽快阻止 立即带我到灵魂雀城 李强眼里金芒大盛 黑暗之心的境界 又要开始发威了 接引池在灵魂雀城的 西边上空 一个大型的空中古堡内 这座黑色的古堡 由大块的黑色岩石 堆砌而成 高耸的围墙 呈阶梯状向上延伸 整个古堡是等边六角形 每一个角上 都有一座尖顶碉楼 上面有一根巨大的柱子 柱子顶端一盏灵灯 发出惨白的荧光 整个古堡显得阴森森的 古堡无门无窗 只能从空中进入 古堡的正中央 就是戒引池 古梅尔被传到灵魂雀城 落下的地方 就是戒引池 梅尔竭力控制自己 不肯落下 他自从兵解后 对一切陌生的东西 都感到害怕 他被强行传送走后 就忍不住大哭起来 慌乱中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四个灵箭体 从古堡内飞上来 每人手中 都挂着一圈黑色的绳索 其中一个灵箭体说道 欢迎你来到戒引池 请入池沐浴 梅尔陡然觉得身上一清 传送的力量已经消散了 他急速向后飘退 带着哭腔道 我才不去什么戒引池了 我哥哥很快就来找我的 你们 你们 你们别惹我 不然 我有打你们 他害怕得要命 偏偏还要发狠 吓唬对方 四个灵箭体也有点糊涂 他们还是第一次看见灵箭体 被传送到戒引池来 而且这个灵箭体竟然身穿灵甲 有飞箭护身 是个羞辱灵箭体不久的小丫头 最让他们吃惊的是 梅尔身上没有什么患物 身体的灵验程度比灵帅还要好一点 身上竟然有彩光 一般情况下 能到戒引池的都是灵体 在戒引池沐浴后 才能修炼成灵箭体 像梅尔这样的 他们四个都没有见过 围首的灵箭体 裹在一团浓浓的黑雾里 隐隐约约显出一张脸来 他小心地问道 请问姑娘是哪里过来的 他也不敢大意 梅尔慌张地向后飘退 幻星箭的蓝芒 晶亮亮地闪着寒光 手里还捏着几颗 在大幻佛镜里找到的眼泪 随时准备扔出去 他说道 不让你们管 反正就是不去戒引池 你们别逼我 溜远点 他一边说 一边举着小手 势头如果不对 他立即就会扔出眼泪 四个灵箭体 也不敢贸然上前 因为梅尔的样子 就像一只发怒的小猫 呲牙咧嘴 漏爪发狠 那样子十分的危险 可又很滑稽可笑 正在僵持之际 一个灵箭体突然叫道 灵王大尊到 梅尔更是紧张了 他当然知道 灵王大尊是灵鬼界的至尊 和鬼王大尊一样 是灵鬼界的主宰 都是传说中的厉害人物 从空中飞来一队人马 前面是十二个灵将开路 每个灵将头顶都亮着一颗灵珠 闪烁着白色的柔光 随后是一百多灵箭体 上下左右环绕着一座大车 在灵鬼界几乎所有的灵体都知道 这是灵王大尊的御念灵驾 御念灵驾是由灵鬼界的两匹圣兽 银角斧施牵引 后面紧跟着的两个灵帅和二十四个灵将 那是灵王大尊的护卫 原本御念灵驾是向远处去的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转向 直奔梅尔这里飞来 灵鬼界是一个黑白世界 不过也有例外 所有的色彩都归灵王大尊拥有 这两玉念灵驾就散发出五彩的光芒 两匹圣兽也是金光闪闪 在这个黑白世界里尤其显眼 梅尔这时候才想到要跑 但是来不及了 他暗暗叫苦 心里不停地祷告 哥哥快来 哥哥快来 四个古堡里的灵剑体摆了一个古怪的姿势 两手高举蹲下身子并低下头 梅尔虽然很害怕 也被四个人的举动逗笑了 在灵鬼界 没有任何一个灵剑体 见到灵王大尊还敢站着的 梅尔翘生生地站立在空中 神情很是古怪 四哭四笑 还有一点好奇的样子 顶着灵珠的十二个灵将 立即将梅尔团团围住 其中一个大喝道 哎 大胆 见到灵王大尊 精干无礼 梅尔被他一下 紧握着的盐雷脱手而出 哄 没人想到 梅尔会扔出盐雷 那个喝叫的灵将猝不及防 被盐雷炸得 飞上高空 梅尔都要哭出来了 他连声叫道 谁让你乱喊乱叫的 另一个灵将勃然大怒 喝道 抓起来 梅尔吓得 羊手乱扔盐雷 他手中的宝贝可多了 各种属性的神雷都有 一边乱扔 他还一边又哭又喊 哥哥快来啊 好多人欺负梅尔 真是天知道 谁欺负谁了 梅尔乱扔的神雷 将十二个灵将 炸得鸡飞狗跳的 要多狼狈 就多狼狈 头上顶着的灵珠 都跌好落了 从后面 又飞来两个灵帅 其中一个是高个子姑娘 他吃惊的看着梅尔 娇喝道 住手 另一个灵帅说道 师姐 这个小姑娘很奇怪啊 灵鬼界应该没有这样的灵剑体 喂 小姑娘 你是从哪里来的 他的语气很温和 梅尔手里还捏着一颗李墙给着霹雳子 他哭唧唧地说道 你们欺负人 等我哥哥来了 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不许过来 停下 我要炸你了 十二个灵将非常难堪地回拢过来 他们还从来没有被一个灵剑体的小姑娘搞得如此狼狈 在灵鬼界 一切都是以实力排序的 灵将的水平绝对比灵剑体要高出很多 谁知道 十二个灵将竟然打不过一个小小的灵剑体 十二灵将人人脸上无光 个个觉得窝囊 他们不约而同 取出了自己的法宝 高个子姑娘喝道 你们都退下 一群笨蛋 连一个灵剑体都打不赢 你们还能干什么 好意思这么多高手 打一个小姑娘 滚到一边去 转脸笑眯眯地对梅儿说 小姑娘 你叫什么呀 我是天舞花灵帅 梅儿稍稍放松下来 姐姐 我叫古梅儿 和哥哥一起从修正进来的 我被你们的人传送到这里来 和哥哥失散了 你 姐姐 不会抓梅儿吧 她的小嘴很甜 开口一句姐姐 闭口一句姐姐 听得天舞花很高兴 欲念灵驾的彩光突然转胜 一道七彩红光闪过 一个高大的年轻人出现在众人面前 所有的人 包括天舞花灵帅都扶下身子 举起双手道 拜见灵王大尊 没人敢抬头观看 梅儿知道 这就是灵鬼界的主宰之一 灵王大尊 他好奇地看去 只见灵王大尊是一个很年轻的人 穿着一身纯黑色的长袍 金黄色的胸甲一直延伸到两肩 脸色极其苍白 眼睛犹如两只深不见底的黑潭 闪着丝丝青芒 头上戴着一顶金黄色的发官 左手拿着一尺长的拳杖 轻轻敲击着右手掌心 天舞花灵帅悄悄传言给梅儿 小丫头 你不要命了 快行李啊 梅儿虽然害怕 但还是偷偷地看着灵王大尊 他在典籍里知道 灵王大尊在灵鬼界的地位 他手里紧紧握着霹雳子 如果灵王大尊有什么不好的举动 他立即就会毫不犹豫地扔出去 梅儿鼓足勇气说道 你想看什么 灵王大尊也不说话 静静地看着梅儿 他发现了梅儿的特别之处 首先 梅儿身上有彩光 在灵鬼界 有彩光的灵体 是最有潜力修行到灵王境界的 其次 一个小小的灵剑体 竟然有如此坚宁的体态 就是灵帅境界的高手 也比不过他 他为了试试梅儿修为 故意吓唬道 小姑娘 敢到灵鬼界来撒野 一定有什么倚仗吧 他身子微微一动 做出要攻击的样子 梅儿本来就紧张 被他这么一下唬 二话不说 一颗霹雳子便脱手飞出 灵王大尊也是大义了 他没料到 梅儿有这种治阳治刚的玩意儿 竟被轰得连连后退 所有灵体都傻眼了 梅儿看上去那么胆小 哭哭啼啼的 谁能想到 他连灵王大尊都敢炸 灵王大尊心里很高兴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大胆的丫头 而且前置是如此之好 他收起拳杖 双手微微一搓 无数星花从手掌间飞起 那些灵帅和灵匠 急速向后退去 他们既惊讶又害怕 灵王大尊亲自对一个 灵剑体的小姑娘动手 这实在是骇人听闻 但同时 他们心里又十分的期待和兴奋 他们很少能见到灵王大尊出手的 梅儿真的害怕 他大哭着向后退去 拼命将幻星剑催动得风雨不透 他哭得很伤心 不停地叫道 哥哥你在哪里 快来救梅儿 救命啊 搞得灵王大尊也不好意思 给他太大的压力 他本来就是为了试试梅儿的前置的 小姑娘哭得 他都心软了 从灵王大尊手中飞出的星花 在空中渐渐凝结成团 灵王大尊轻轻挥动手掌 星花化作一条长长的星光条 环绕着缠上梅儿 梅儿哭声都变了 他感受到无比的压力 剑光都被压缩到身边 无法再扩张 他毕竟是才修进灵剑体的小姑娘 对灵鬼界的至尊根本就无法抵挡 而且灵王大尊 这还是手下留情的 即使这样 灵王大尊也非常吃惊了 梅儿表现出来的韧劲 让他欣喜不已 在灵鬼界 没有任何灵体能和他对抗 甚至都没有灵体 敢有这种念头 他小心地运转灵力 生怕自己不小心伤到梅儿 他笑道 小姑娘 束手绣琴吧 你打不过本尊的 梅儿哽咽道 我哥哥就要来了 他不会放我你们的 灵王大尊笑道 哦 你哥哥是灵将还是灵衰 本尊倒是要见见 话音未落 远处传来一声惊天长笑 刹那间 天都仿佛暗了下来 梅儿大喜过望 他破提而笑 尖叫道 我哥哥来了 灵王大尊神色顿时严肃起来 他听出发笑的人是个高手 而且是他没有见过的超级高手 不像是灵鬼界的人 他两手一合 心花陡然固如梅儿 淡淡地说道 看好他 让本尊来会会他的哥哥 很久没有遇到这样的高手了 梅儿被灵王大尊的心花孤主 他急地叫道 你讨厌 欺负人家女孩子 没人理会梅儿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发笑人身上 一道耀眼的金光闪过 李强赶到了 他一眼看见被束缚的梅儿 勃然大怒 不及多说 陡然瞬移到梅儿身边 手上续满神异力 一把抓过去 就听啵啵一声脆响 心花极刻破裂 化作一阵心烟 消散无踪 梅儿大哭着 扑进李强怀里 李强这才松了口气 轻拍梅儿道 梅儿 倒个个肩膀上来 别怕 梅儿应声变成一个手指大的小姑娘 紧紧扣着李强火惊仙甲 凌王大尊大出意外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李强竟然可以随意捏碎心锁 功力之高和自己有的一拼 他仔细打量着李强 心里越发震惊 他发现 李强和修真哲有很大的不同 甚至也不是仙人手段 虽然他用的法宝像仙气 但是他肯定不是仙人 李强一路赶来 心里如火烧般难受 被由自主地又一次沉入黑暗之心的境界 就像梅儿后 报复的冲动 止不住涌上心来 他冷冰冰地说道 混账东西 你就是那个什么凌王大尊 为什么欺负老子的小妹 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 凌王大尊还没有说话 他身后那些灵将灵帅都气坏了 三个灵帅率先出手 三道灵剑光滑扫向李强 其他几十个灵将也各出法宝 一时间满空都是嗖嗖声 李强脸上的黑面具 似乎都扭曲了 他大喝一声 一群虾兵蟹将 滚 太后说 陡人扎开 闪烁着金光 让人睁不开眼 霹雳一声巨响 他硬生生 将袭来的飞剑法宝震开 剧烈的震荡 使李强后退了一段距离 那些灵帅和灵将 像是被大风吹起的纸片 四散飘落 灵王大尊两只深黑色的毛子 变得更加深不可测 他也被激怒了 作为灵鬼界的主宰 还从没有人敢挑战他的尊严 即使是另一个主宰 鬼王大尊 灵王大尊摆摆手 让首先人退后 他说道 你是谁 李强其实也吃了点小亏 这么多灵将灵帅一起出手 他也觉得有点吃不消 他稍稍运转神异力 这才说道 老子是混世魔王李强 你就是那个什么灵王大尊 他又不自觉地用上了这个绰号 灵王大尊被他唬住了 心里思索着 混世魔王是谁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混世魔王 好像黑魔界也没有这个名号 仙界神界就更加不可能了 如果是修真界的话 他又不像是修真者 想了一会儿 不得要领 他也不敢大意 万一李强是另外一界的霸主 由此引起两界的争斗 他灵王大尊也受不了 李强看他不说话 又道 先打一架再说 老子憋得慌 看家伙 太后说再次化为一道惊鸿 直接撞下灵王大尊 到了这个地步 灵王大尊也无可奈何了 他一排自己的脑门 七只顽口大的轰炉头飞出 发出轻淋淋的火芒 与此同时 他身上的灵王甲 飞出一片金色的虚影 迎上太后说 太后说披在灵王甲上 咔哭 灵王大尊急速后退 太后说的威力之强 让他惊讶万分 要知道 灵王甲是灵鬼界最著名的灵器之一 是灵王大尊的招牌 差一点就挡不住太后说的攻击 李强也吃惊不小 这个灵王大尊的实力 出乎他的想象 掀气打上去 他竟然能很轻松的挡住 看来 这家伙的实力 接近散先了 李强知道 若不是自己的法宝好 根本就不可能和灵王大尊斗 自己输定了 七只骷髅头 见风就涨 迅速化为车轮大小的巨头 嘴里喷着阴火 从四面围拢上来 这件法宝 是专门用来对付修真者的 是灵王大尊偶然得到的一件黑魔剑的魔器 这七个骷髅头 是由七个修真者的原因炼制而成的 灵王大尊许诺 以后让他们转修灵体 这才收服了七个原因 这件魔器的名字叫七宝试魂 李强若还是修真者的话 恐怕就再劫难逃了 七宝试魂专门针对修真者的原因而来 只要沾上他喷出的阴火 神智立即就会被迷失 是件非常阴毒的玩意 李强不敢大意 仰手扔出金莲玉座 又抬手批出七道灭魔神雷 大笑道 这种玩意儿不用拿出来丢脸了 爆 爆 爆 连叫七声爆 含有珠魔刺的神雷 将七个骷髅头炸得满空飞舞 灵王大尊已经赢得了时间 他知道李强肯定不是修真者 他向后击退 所有的灵体也都向远处退去 空出一大块空间 那些灵帅和灵将各个激动万分 看这个架势 灵王大尊要出绝招了 李强并没有在意对手的退却 他一边射出灭魔神雷 一边黑黑笑着 似乎十分享受 揍人的快乐 灵王大尊飞到古堡上空 手上连掐灵绝 一道道青光从手指上射出 古堡六角上的灵珠被青光射中后 发出金亮亮的白光 交错纵横 在古堡上空 画出一个等边六角形 整个古堡发出轻轻的震颤声 从古堡中央的接引池中 涌出大量的黑色浓雾 渐渐的将整个古堡遮住 灵王大尊双手一抬 大喝道 起 大地剧烈震战起来 空中的黑色古堡 竟然缓缓移动 并且开始慢慢旋转 由六颗灵珠连接起来的 等边六角形 耀起灿烂的彩光 灵王大尊的眸子里闪烁着狂热的光 他很久没有用到这个阵法了 要不是李强表现出来的狂傲和庞大的实力 他是不会用到接引灵阵的 李强突然发觉不好 一股巨大的犀利吸上身来 他止不住身形 被快速吸向六角星芒 他愤怒的咒骂了一声 双手快速掐动灵觉 这是他悟出的第三种灵觉 随着灵觉的掐动 他的身形缓慢下来 无数朵金花凭空出现在周围 灵王大尊也察觉不好 他再次大喝 传灵 满天的金花犹如潮水般冲向六角星阵 那些灵帅灵将吃惊的发现 灵王大尊竟然露出慎重的神情 浑身冒出黑金色的幽光 他取出拳杖 从拳杖的顶端灵珠里 喷射出无尽的星光 六角星阵 顿时大放光明 听众朋友